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看金本 四百九十一面 四百九十一面 第六行 又言一切过度 唯想所持 竟想成就 彼得往生 故无疑 这句话是佛在经中所说的 这个原文呢 就在四百九十一面 道书第四行 这个朱节里面 我把它念一遍 一切过度唯想所持 其性论 这是大臣其心论上所讲的 一切诸法唯以无名妄想而得诸持 若立以妄心 则无一切作法自相可得 那一年经常说 想成成过度 知觉奈众生 那么这两句话 简单 明白地 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说出来 这才是真实相 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说的 都是根据佛在经典上所说的 纵合佛的讲法 一切诸法 在佛法里面常讲的十法界一正庄严 这个就是一切诸法 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呢 宇宙万有 包括了无限的空间 包括了无量的星球 以及星球里面所有一切生物 植物 矿物 统统包括在其中 这些东西究竟从哪里来的 怎么会有的 国王进来 中国外国 十多科学家在探讨 在研究 这个近代有所谓是进化论 其实这个进化论 是没有办法解释得圆满的 也就是它里面就漏洞很多 换一句话说的 这是只是一些人在推测而已 想象而已 是不是四世真相呢 不是的 佛在经上所说的 那才是四世真相 这个四世真相 经论里面常说 不可思议 思是什么 思维想象 为什么说不可以思维想象 思维想象达不到 决定不能领调 这个真相啊 不可以用思维想象 你能够明白 也没有法子 用言语讲清楚 用文字写得出来 都没有法子 所以叫做不可思议 那么怎样才能够证得呢 才能够明白呢 佛给我们讲的 唯一有清净心 心到清净的时候 所谓心如止水 一念不生 这个时候心的作用啊 非常广大 不如心经里面讲的 召见 心净心呢 起的作用就是召见 那你就见到了 这个真相 完全明白了 你所明了的这个真相呢 跟佛在经上讲的 完全相同 佛见到这个真相呢 你也见到这个真相 那佛见的呢 跟你做一个比照 各个对照 可见的 见的决定不会有差错 有差错呢 那就不是真相了 真相一定是 每一个人所见的都一样 那就是真相 我见跟你见的不一样呢 这就不是真相 这就是刚才这句话了 这个世间一切万有啊 不是真相 为什么 我见的跟你见的不一样 你见的跟他见的又不一样 四十摆在我们眼前 每一个人所见的感受不相同 这就不是真相啊 那么这些现象啊 怎么发生的呢 这说了 唯一无名旺行 这一桩四起 《发向伪时宗》里面 讲得很清楚 很透彻 很明白 说明 说明 宇宙万有的真相 但是 这一部分 经论呢 是非常的繁琐 为什么呢 这宇宙万象 太复杂了 你要把它讲清楚 讲明白 那当然复杂 没那么简单几句话 就交代清楚了 所以他一桩一桩的分析 很繁琐的 那么总而言之呢 是从妄想 理念变现出来的 妄想执着啊 四弟讲的 无名旺行 旺行呢 能变 变现出这个境界 就像做梦一样啊 我们梦中那个境界很短 一醒来就晓得 刚才做了个梦 梦里的事情想想 还蛮清楚的 是不是我们现实这个境界呢 真的是梦境 是梦境 梦中还做梦啊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做梦的时候 做梦里头又做了个梦 我们现前这个环境呢 是在梦中 所以古德常讲啊 大做梦中有佛寺啊 建立水月道场 大做梦中佛寺 确实是一个梦境 知道这个是梦境了 就觉悟了 知道梦境是 原来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有是有 有叫幻有 有叫假有 佛法里面常讲妙有 妙有不是真的 很奇妙 虽然不是真的 他有 虽有 他不是真的 他不是真实的存在 这个有叫妙有啊 所以 实能变 并性设法界 一阵章也 实能持 持就是保持 保持一个阶段存在 这个保持呢 唯一实学里面叫做相续相 他那生命 一个刹那 一个刹那 这个样子很接近 很相似 所以是顺于相似的 连续的相 是这么一回事情 就这样 妄啊 无名妄想而得助持啊 若你妄心 这个妄心也没有了 妄心旧了 你旧了 妄就没有了 妄心就没有了 妄心没有了啊 这个十法界一阵壮严 宇宙一切万有也没有了 好像什么 做梦了醒来 醒来之后 梦境没有了 我们今天修行 要断妄想 妄想要是真的断掉了 这世界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 我说梦醒了 所以勇家大肆讲啊 绝后空空无大千啊 那个大千就是大千世界 就是十法界一阵壮严 没有了 所以说梦里明明有六区 六区就是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六道轮回 这个要知道的 这是佛家所讲的宇宙观 三千大千世界 是宇宙观 六道轮回 是人生观 这个众生的现象 是在搞六道轮回 这个六道所一的这个范围呢 是三千八千世界 这个是真相 所以妄想没有了 六道就没有了 什么人正得呢 欧罗汉就正得了 欧罗汉妄想没有了 这个进和四和没有了 断掉了 所以欧罗汉就证明 绝后空空无大千 但是他那个六道没有了 他还有四神发觉 神闻云觉菩萨佛 六道没有了 有四神 也就是说 他六道那个妄想没有了 不要说变不变的 根本就没有了 没有因也没有果 四神发觉从哪里来的呢 从根本无名来的 你看到等教菩萨 还剩最后一篇无名 最后一篇无名叫什么呢 叫身相无名 这是最威胁的了 你看 宇宙万有这些现象 就是从那个无名里都生出来的 所以此地讲呢 无名妄心 这是两章四神 无名四神发觉 妄心六反发觉 四神六反是这么来的 妄心里面有无名 无名里头不一定有妄心 这个要知道 等教菩萨把那一瓶身相无名也断掉了 念佛发觉也没有了 不但这个六反没有了 四神也没有了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佛在经上 不得已 又给我们说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一真发觉 主要知道 这个一不是苏母子 一不是对十发觉说一发觉 如果你这样去会 你没有办法了 其如一真 这刚才说了 一真是不得已说出的那个因此 决定不可以之主 所以这个话呢 只可以意会也不能言传 那你要去体会 那是真实的 那就是如来古地上的境界 是禅宗里面讲的 一切众生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就是那个 在那里面 什么有了哪来的一样 一也没有 那 那才叫一真 有一真这个念头 那就不是一真 一真里头还掺杂 有一真这个妄念在里头 那就错了 这是我们 为什么不能 正如佛法界真正的原因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妄想执着总是 不能断定 听佛说法 不会听 听了一大堆的妄想执着 把佛所说的都变成妄想执着了 这叫不会听的 所以马明菩萨在大臣起心论里面 就要给我们听经文法了三大原则 必须要遵守的 你才会懂得如来真实义 这个三大原则呢 就是利益所向 佛讲经说法用言语啊 言语记录下来是文字啊 经典是文字啊 不要做这个像 我们要听它的意思 不要做它的像 因为你做像呢 就变成妄想执着了 把佛法了又变成妄想执着了 那这佛真是寒冤枉了 佛本来想要救你 你看给你添了好多麻烦 你妄想执着已经够多了 再给你添添了 再增加了 这佛心不忍了 所以你要慧弃 不可以分别 不可以接触 第二 令你能做像 佛说法 唯一说法方便起见 所以 假设了很多名词 术语 那名词术语啊 对于人所表达 损了很多 损了很多事情 这些 明词说语也是假设的 这很可惜 我们中国的老庄啊 没听过佛说法 如果听说佛说法了 那他一定当下就大吃大悟了 他也就成佛 成佛杀了 那为什么呢 老子的态度 跟佛所说的就完全相应 你看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他这个他就是说出来 能够说得出来的 都不是真实的 所有的那些名相都是假设的 都不可以去执着他 执着他就变成大错了 第三呢 那说得更入骨了 理心原相 决定不用思考 不要是这个事情我想一想 那想一想就错了 想一想就落在第六意识地面去了 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了 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了 根本不落心一时 这叫开悟啊 这个是真智慧 所以听经要慧听 什么叫慧听呢 不执着文字 不执着言说 不执着名词 不起心不动念 那叫慧听 这才能真正体会到 如来所说真是一 楠言经里面 虽然只有两句话 跟大臣其心论里面 讲得完全相同 想乘 乘过度 乘是妄想 乘是坚固的执着 那过度呢 就是我们讲的 宇宙万有 宇宙万有是这么来的 这一切动物 动物从哪来的呢 动物是知觉乃众生 自己觉得有知有觉 这就是众生 有知有觉 不是真知真觉 不是真知真觉 你看佛在《般若经》所说的 般若无知 度佛如来 菩萨 罗汉 一切圣人 他们都一样 无知 他心心尽 不起心不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知处 这是无知啊 无知是真知智 你要去问他 你要去问他 他样样都知道 未又一样都知道 所以他 问他是起作用 他也起用啊 就无所不知 起作用 无所不知 不起作用的时候 不知 心永远是清净的 永远是定的 所以起作用啊 还是定的 还是尽的 用不爱提 提不爱用啊 要知道 我们今天 提用都没有啊 这个就是被 无明烦恼 障碍掉自信 俗其的作用啊 是失欢不失 这是变成这个 六道轮回啊 这个道理搞明白了 事实搞清楚了 对于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我们当然不怀疑了 西方世界从哪在这 也是我们自己 向尘成就的 也是我们自己 无明忘心而得主持的 所以尽忠给你讲啊 自信以土 唯信净土 阿弥陀佛呢 就是叫知觉啊 极乐世界呢 想尘呢 我们今天天天想极乐世界 天天想阿弥陀佛 我们的无明妄想 就变现西方极乐世界 就变现阿弥陀佛 想什么就变什么 所以一切万法 是从想象而变现出来的 没有一法是例外的 方法解释啊 我们想善 我们想善 就变善的境界 度佛的尽度 度天的落土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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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没有 都是自己变现 看你用的什么心 你变幻的是什么一个境界 诸佛菩萨心地清净 妄想分别职责都无 所以现出来是极清净的过度 他妄念确实没有了 十八戒都还待妄 四圣法戒虽然清净 妄没有断干净 还是待妄变现出来的 我们今天讲待业往生 那不就是待着妄变现出来的净土吗 我们自己不会变 我们的心力还达不到 有许多障碍的不能够偷破 不能克服 心不能算很清净 但是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心激活起来了 托他的福 他清净 我们虽然不清净 占了他清净的光 生到弥陀过度 是这么回事 你把这个道理事实搞清楚了 你对于往生净土就不怀疑了 尽想成就彼得往生 哪里还有疑惑呢 凡事有疑 就是对于这个道理 对于这个事实 不了解 说实在的话 不了解的人真正是占不素 就是念佛人 把这个道理搞清楚的也不多 但是不多 他只要真心 他也能往生 这个法门书甚处就在此地 你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念这句阿弥陀佛叫理念 你不清楚不明白 什么都不知道 反正听说念阿弥陀佛 听说极乐世界的你不错 就一心去念 一心向往 决定得真 那叫思念 思念跟理念 就一个是明白事实真相 一个是不明白 就这么回事 念都是一样的 无论思念理念 前面大肆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念到见思烦恼断了 都叫做思义心 理念到这个境界 也叫思义心 不能说理念的叫理心 那个不是理念 理念念到见思烦恼断 也叫得思义心 思念的人破了一篇无名了 也叫做理念 不是说思念念到最后 还都是思义心 不是这样 思念跟理念 是将平时你用功下手 这个两种境界不相同 功夫是一样的 所贵的 断移身心 理念的人断移身心 多半是他有这个智慧 把这个思书真相 搞清楚了 明白了 他不怀疑了 信心 欠尽 这个思念下功夫呢 他虽然对于这个道理不清楚 真相没有明白 但是他有善根 他有福德 他有大福德 这个大福德就是他不怀疑 他真相信 真肯定 虽然是思念 也能得理解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 我们看底下这一段 看抄 最后这样 他处这有三 一 苏普世界 二 二 这 与佛国度 三 这 毕国 遍地 境界 兼职 这一句 是解释 书里面 一步颠倒 故不生 他处 解释 这一句话 那么由此可止 令人中要是颠倒 当然 最大可能 几乎百分之百的 都是缩破世界 缩破世界 去一搞六道轮回去了 这是将的他处 另外一种呢 那是修行真正的功夫 他修学的是其他法门 不是净土法门 往生 其他佛净土去了 不是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诸位 一定要想 送到他方祝福世界 将来继续修行成佛 也像华言经上所讲的 要经五无两斤 总比不上西方那么快 神余佛过度 好事情 但是也还是有一点遗憾 他还要耽误很长的时间 还要吃很多苦头 这个修行要吃苦头 那么第三种呢 在这三个里面呢 还算是幸运的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 为什么会生到边地 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必多占时间 为什么说生边地 比前面两种要好呢 比生他方佛过度还要好 生边地 不过是耽误五百年而已 五百年古代 都说得很清楚 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五百年 生到边地 也是无量寿 那这五百年算是我的 五百年之后 他还是会回心转意 还是会进佛入品 所以比起王生其他祝福经徒 确实要殊胜很多 我们看四百九十二年 看第二行潮 俗者不经中心转意 灌进所谓的 如弹之琴 生极乐鬼 这是说明往生成就的快速 一般人 我们通常讲死了以后 这个中国俗话说 灵魂离开身体 这人就死了 这个灵魂再要去投胎 随意流转 再去投胎 大多数都在四十九天 那么这是佛在地藏菩萨 本念经里面讲的 四十九天之后 大多数都去投胎了 都去轮回了 可是也有例外的 也有四十九天没走的 有带了几年 几十年的没投胎的都有 但是那些是少数 那是极少数的例外 大多数 四十九天 差不多都去投胎去了 那么这个四十九天当中 叫中阴 就是中间 人灵魂 这个身体离开了 那个地方还没有去投胎 投胎就又对一个身体了 他还没有得到 当中 在当中 这个状况当中 叫中阴 我们中国人叫灵魂 佛门里面叫神识 这个中国俗话叫灵魂 孔老夫子不叫灵魂 孔老夫子 趁这个状况叫游魂 你看一经里面所说的 空老夫子也很了不起 讲话太含蓄 让我们去体会 他没有清楚的 明白的说出来 实际上呢 你要细心去领略了 他真的说得很清楚 他讲我们这个世界的来源 跟佛法讲得很接近 他说 今夕为无 有魂为变 今夕为无 就是宇宙万有 无就是宇宙万有 宇宙万有是怎么来的呢 他说是精气变现的 那我们佛法里面讲呢 无明妄想变现的 你们想想 无明妄想 父子讲的精气 妄想很像是气 那他讲的 他讲那个精 就是无明啊 说法不一样 意思相同 有魂为变 神识速度非常大 几乎这个三界 这个大千世界 这个三界 面头一动啊 就能达到 所以速度非常大 而且它极不稳定 极不稳定 它是个动向 动的速度很大 像我们今天的电波一样 其实它的速度比电波还要大 它能够在这个三界之内 就六道轮回里头 是投胎啊 学生受身了 它就投胎 是这么回事 中阴 易经里面称之为 游魂 我们世间人讲灵魂 实际上真的不灵 他要真灵 他怎么会到三窝道去投胎呢 不可能啊 灵他就会选择了 他不会选择一个很不好的环境 不会啊 所以他很糊涂啊 迷魂呢 他真的是迷 父子说他游魂 说得也很对 他因为不稳定 速度很大 所以这个叫中阴 那么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中阴 这个诸位要想的 不经中阴 没有中阴 佛来接迎 跟着佛进去了 这个里面 真的一分一秒都不耽误 就跟佛去了 所以他没有中阴 不搁时日 不会去搁几个小时 搁几天 没有 那么时日 就是平常讲七七四十九天 这是讲一般的 念佛的人 没有 这底下 引用观金来做比喻 观金所谓 若谈之情 生极乐过瘾 贪指是时间短 贪指 这一贪指 时间很短 这一贪指 已经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是将他的快速 又贪指这一贪指 在底下 在吟 贪指这大事的话 这是天台中的作死 贪指大事 他老人家说 灵中在定之心 即是净土 这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好 这一句话说明 净土的真因 所谓心静的途径 特别是在临终的时候 临终时候 心地非常清净 那一念 求生 佛就献起 就决定得生 这一句话 我们自己一定要注意 最好啊 这个功夫就在平时养成 时时刻刻 保持清净性 那么换句话说 持净土 实在讲 一如反掌啊 就不难了 怎样保持清净性呢 必是万元放下 那就对了 一定要知道 临持偶叶大死 这些都是再来人 不是普通人 智净大死 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 化身来的 李延迟偶叶 身份虽然没有破路 决定是 本者以上的 任务 印光大死 到晚年的时候 他的身份 被人家知道 他是大师之菩萨 再来的 他对于 偶叶大死 梅桃经 要解的赞叹 他说 即使是 顾佛再来 给梅桃经 做个注解 也不能 超过其上 这个话是 大师之菩萨讲的 那么 住 梅桃 要解的 这个 偶叶大死 是什么人呢 要不是 阿弥陀佛 决定是 观世人菩萨 否则的话 怎么能 得 大师之菩萨 这样的赞叹 这个我们要想的 连连迟大死 是偶叶大死 心目当中的偶像 是他夜深 最尊敬的人 那 那偶叶 这个连迟 是什么人 连迟就是 做我们这个 俗超这个人 他是什么样的人 这些大德的话 尽忠我们晓得的 善叶大大死 永明言授 这都是 阿弥陀佛 在来的 我们读 《观无量寿经》的 俗超 就是四帖书 那就是直接 跟阿弥陀佛修 这些大德 教给我们的 原则 纲 都是 清净性 而且 非常简单 就用一句符号 达到 身心 清净 欧耶大师 念佛的开始 实在 就是 纵合 连迟大师的法语 做了一番真理 做了一番归拿 最后总结出 一句佛号 蓋佛 盖罗 巴教 元舍 武宗 那还有什么话说的 巴教 天台家所讲的 武士巴教 就是 释迦摩尼佛 四十九年 俗舍的一切法门都在依据弥陶名号之中 统统包括 五宗是禅宗 六祖大祀以后 禅宗分五个派 曹东 林济 维扬这些五个派 该罗拔教原舍五宗 就是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门 统统包括进来 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会学的人抓到这个纲领 一句佛号念到底 不要再搞寻之遵业了 这一句佛号是根本的根本 真正叫从根本修啊 我们不要看古时候 看近代的 近代的这些 我们听得非常耳熟的那些往生的人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几乎都不认识字 都没有念过书 宗门教下都不懂 什么都不知道 定行法师 那个往生的土地 给他剃度出了家 戒都没受 什么都不晓得 就叫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人家念了三年 站着往生 这个就是刚才讲 他是四次 他理不懂 但是他有信心 他有怨心 他精进不歇 绝不退短 老方是教给他那个方式 妙诀了 不难呢 我们人人都做得到啊 他教他一句佛号 老师念 念累了 休息 休息好了 再念 你看 这个都活泼 这个都自在 没有叫你一天 一定要念多少时间 没有 这个地区 无论在哪个地方 无论在什么时代 无论工作繁忙 统统困用 累了就休息吧 休息好了就再念吧 什么业障都消掉了 什么罪业也都念掉了 往生有这样殊胜的认识 极乐寺的修吾斯 往生 贪劳法子 轻眼看到 修吾斯没有出家之前 是坐泥水浆的 也是没念过书的 你问他 什么都不知道 虽然是受了戒 戒是什么 他也说不上来 他也不知道 一句阿弥陀佛 心底清净 这叫做定功戒 清净心理 没有一念的是非吗 那个戒就清净了 戒率虽然那么多 他的精神就两句话 诸我莫出众善奉行 一个人真正是 这个我念都没有了 我的意念都没有了 念念都想帮助别人 劝别人念佛往生 那就是众善奉行 是众善里面第一大善 劝人念佛往生 没有比这个更善了 一切大小臣戒律 他的一句佛号 一个清净心 通通具足了 圆圆满满的受持 哪里要那么戒条 一条一条 那么麻烦 那么烦人 这是大臣法门的殊胜 建宗法门尤其不可思议 我们要明了 明了之后了 就晓得自己有正确修学的方法 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别的 就是一样清净心 清净心的样子是什么呢 六根皆出六成境界 不分别 不知足 不起心 不动念 心自然也清净 这个就是最定之心 即使净土 当下跟西方净土就相应 你会得到法系 当下就跟阿弥陀佛相应 虽然还没见佛 也就是跟佛通了消息了 有了感应 你有十足的信心 你有真正的法系充满 心清净 对于一切事情 这定是通达明了 通达明了是慧眼 虽然通达明了 这定没有分别之处 这是定 这就是清净性 平等性 一切明了 一切通达明了 就是经上讲的 清净平等者 一切明了是者 这心里面 是清净的 是平等的 所以不申烦恼啊 对于这个世界 这个大乱之师 你应付欲辱 你清净快乐 这个人哪里不生净土的 当然生净土 我们再看 奔灭 在王生净土时 索云在定着 惊心不颠倒时 索云动念着 后怨生彼国时 那么这个地方 所说的动念 是动了一个念头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念头 在定之心呢 这是根本 从这个本动一个念呢 那个境界一定先起 这个时候 最苦贵的这一念 充满了智慧的这个一念 就是求生净土 因为在定之心 受方祝福 受方祝福国土 是随念往生 你想生 东方流利世界 得生 你想生 弥勒净土 也得生 你想得 人天佛报 也得到 没有一样不容易 因为你的条件够了 这个条件就是在定之心 你居住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临终这一念 是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一动念呢 往生 进出 动念 就生 这个快 随念 就往生 这一段开始 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了 你就知道 平时 应该怎样去用功 什么是念佛功夫的身权 你就明白了 欧耶大师讲 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品位高下了 在乎念佛功夫的身权 这就是念佛功夫 再看下面的书 大本人 其身体 非世人之身体 也非天上人之身体 皆 其动善之德 自然虚无之体 莲花中化身 也无如阳之阵 这些 大家在无量寿经里面 都念得很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青石之铁 金刚纳挪延伸 不是我们人间这个身体 细胞组织脆弱的不得了 受一点风寒 就感冒了 就生病了 也不是天人的身体 天人 虽然 他这个身相 比我们人间来得殊胜 也许有人问 人身跟天人身体 为什么不同呢 天人的心 比我们清净 我们比天人要来得复杂 前面讲了 这个一切法 都是由心所变现的 西方世界是极清净的心 所以现出那个境界 当然不一样 这个清净的纯度 不相同 一切祝福察徒 都没有西方境界 那样的精准 西方世界是精准到了基础 侯宽 凡是亡生西方世界的人 都是极动善之德 这是我们常讲的 断卧修善 极供雷德 这两句话 我们时时时刻刻不能离开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善我的标准 虽然很多 我们念佛人 只要把握一个大原则 就够用了 这个原则 反而是自私自利 这种念头 这种心理 这种行为 都是我 我们一定要断 凡是利益 一些众生的 思想 见解 言语 造作 都是善 善里面 像了凡四信里的所说的 有大 有小 有真 有假 有偏 有缘 有半 有满 不可也不止 什么是究竟圆满 真实的大善 劝人念佛 求生进度 把这种事情 常常放在心里 其他的念头 统统舍弃掉 念念 就想帮助人 欺罚人 要相信 净土 要求愿化粧 这个心 是极善 是真善 是欲言善 介绍其他法门 那是半善 那个不是究竟的 不是圆满的 这善里面都有情绪 为什么呢 不能叫他一生当中快速的车辅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所以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进度 他不知道 他听到我们这个说法 说我们讲的话太过分了 好像我们都是有偏见 有执着 俗话讲的老王卖瓜 是自卖自夸了 他不知道啊 我们所说的真实话 句句真实 一点都不过分 我们对于这个法门 得来不容易 真正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我们就再接受过来 一定要时时刻刻存心去劝导别人 这个就是修一切善 断卧修善 吉功为德 功德是要自己修的 功德是什么呢 功 我们拿无量寿经上经题来说 大家就很容易明白 功就是清净平等者 这是功夫 我们的心确实 一年比一年清净 一年比一年平等 一年比一年明白 这就是明本 不明 这是功 德是什么呢 前面讲的大臣 无量寿 庄严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德跟那个得到的德是一个意思 所以主要晓得 功德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 我们在道场寺院里头 吹点弦 那就叫功德 能错误了 功是要自己修的 那个吹点弦 那是福的 那是修福 可以的 功不行 功是要你自己修 你心底一分清净 就有一分的收获 十分清净 就有十分的收获 收获就是得 所以都是断卧修善 吉功乐德 感到的那个身 是清净十五 奇妙的身相 一宝的环境 无量寿经讲的分一场群处 莲花化身 是西方世界的深处 西方世界是化身 它不是太神 是化身 那么到达西方世界 我们的身相就跟佛一样 完全相同 不会说刚刚到西方世界 像个小孩慢慢会长大 那西方世界就有了生灭相 不是这样的 所以一到西方世界 现的相就跟佛完全相同 这个相也是重新降生的 我们这个世间 现在人将遗传 所以这个儿女的相 有一点像父母 其实是不是遗传的 不是的 是那个神室来投胎的时候 他跟父母有缘 他才来投胎 没有缘 不赖啊 有缘怎么 神欢喜喜 看到这个相呢 他就喜欢 他那时候这个念头 也分别一直着 他就变成这个相 相随意心转啊 投胎那刹那了 那个相是自己心变现的 看到父母的相欢喜 他就想象这个相 他就变成这个相 是这么来的 我们在出生以后 在夜深成长当中 我们的相貌会变 怎么会变呢 我用我们心会变 这个就是看相的人常讲 相随意心转 我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心地善良 纯厚 这个相貌越长越端严 一看 佛相 很有福啊 这个佛固然有前世修的 有很多是这一生当中修的 你看两半世修就晓得 有很多人前生欠缺的 今生明白了 特别认真 来修学了 可以补出来 前生没有福报 多修 到晚年时候 福报就很大了 前生的时候 受短命 急功累得 也能够严厉一受 所以统统都起变化 可见的 一切主宰是我们的心 不是外面的力量 是我们的心 心是真正的主宰 身体健康长寿 幸福与佛 都是心在做主 这是真理 这是事实 一定要相信 一定要明了 修行 从心地修起 西方世界人 依到佛的教诲去修行 佛的教诲就在三经之中 三经 特别是无量寿经 跟观无量寿经 这两本最重要 梨桃经是劝的 劝信的 劝念 劝念佛 梨桃经 重点在这个 所以梨桃经是三经的最后说的 前面对西方基督征 介绍都明白了 现在在劝你 所以前面两经 要是不讲了 单讲这个 好难讲 你叫人家信 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信 信根从哪里深呢 所以佛讲三经的顺势 是先讲无量寿经 第二次讲观无量寿佛经 讲往生的方法 第三最后讲梨桃经 劝我们 劝修 所以西方世界是化身 跟我们这边情形 完全不相同 一报正报 都是从自信里面 变现出来的 所以它真实 它那个就不是虚妄 我们这些世界是希望的 是从情实 无明妄想里头 变现出来的 它那个地方 不是无明妄想 虽然我们去 我们是待业 待着无明妄想 但无明妄想 待到那边 不起作用 阿弥陀佛的愿力 也太强烈了 所以它起了作用了 我们不起作用 就比如说 我们所带的 这一盏灯而已 也很亮 阿弥陀佛 那个本面像太阳一样 咱们这个灯 在太阳底下的时候 这一点光都显不出来 完全靠它了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在业去的时候 不要怕 我们那个业不起作用 起作用的 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 有如羊之症 这个如羊就是小孩 婴儿 要吃奶 慢慢长大了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这个现象 我们再看下面的解释 先说极善 极善者 即是善根福德成就之神 是阿弥陀佛 善根福德成就我们的神 也是我们自己修一点的 小小的善根福德 得了阿弥陀佛的大善根大福德 这个诗 金刚纳脑眼神 轻使破坏之体 是这么得来的 非以悦爱为因 四大为题 故不由太悦 特之花持 六道凡夫 他得的这个身 都是欲爱为因 这个小助理都有说 金人 一切众生 借以盈欲而振兴 六道凡夫 总离不开 所以论音上说了 隐形要断掉了 断性勇 这个断性勇 就是意念都没有了 那就恭喜你 你六道轮回没有了 不但你不会再到六道轮回轮转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你一旦六道这个梦 行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由此可知 这个盈欲之四端了 念头还有 你还要在六道里头 搞神色轮回 越接往上面去 越往上面去 这个念头越淡薄 到这个 踏花子在天 遇见最高的这层天 遇见第六层天 这个盈欲念头非常淡薄 再深一层呢 这个念头就没有了 念头没有了 就深到色界天去了 残场 禅定 真正得禅定 欲没有了 欲还有 没有得禅定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他的定功在身 这一盘腿面鼻 可以半年 不起定 他将来到哪里去 欲界天 定没成就 定成就了 这个妄念不生 贪嗔痴慢 分别执着都没有了 心地真正清净平等了 才能够生到色界 定功更高的 生到五色界 你就晓得这个多难 参产 贪嗔容易 功夫不要问别人 问问自己 这个是财色名识 所以哪一个念头 断掉了 那真的一念不生了 财色名识岁 无欲又人 有一条贪爱 还放不下 就不行 换一句话说 在修行人当中 你就不能超越欲界 你还有欲望 这个欲望里头 最重点 是这个淫欲 其他的贪爱 都是欲望啊 贪财 这是欲望啊 贪这个 名也是欲望啊 权力也是欲望啊 面佛人 上香的时候 我要上头一只香 也是欲望啊 那也不行啊 贪图佛法 贪图功德 你们想想看 只是把那个贪的对象 换一换 贪嗔吃慢 一点都没有变啊 那有什么用处呢 这样修佛 将来还是搞六道了 他所修的 他所修的 是佛报 是六道里头 有漏的佛报 有漏的佛报 这是佛门的说语 我们世间说语 也是这么说的 世间讲 佛气 佛是佛报 气就是有漏啊 享福 享福 还有切瘦的啊 所以他连在一起啊 那个佛不是圆满的 不是清净的 佛里头带着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我们中国 许多这些日常生活当中 这些说语 意思很深 你听听聪明人就觉悟了 听了这你会觉悟了 所以这些词汇里头 这个这个这个 说语里面 文字里面充满了智慧 让你尽色文身呢 常常提醒自己的警觉 所以这个是跟六道人不一样 六道里面这是鱼 没有离开鱼 这个定功身的 刚才讲了 这个鱼没有了 完全断掉了 它是福端 它不是灭端 只是它定功身了啊 它这个鱼不起作用 停止不起作用 它到色界天 无色界天 时间一久呢 它这个里头又发作了 控制不住了 这个温望又动念了 这一动念呢 定功就射掉了 就下来了 所以色界跟无色界天的寿命啊 是定功支持的 定一射掉 马上就堕落 就下来了 出不了三界 出不了轮回 道理啊 再次的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的 完全是尽量念的去发生 佛力帮忙我们 借引过去的 故不由胎月 所以那边 零花化身 不是胎生 胎生苦啊 入胎 到母亲这个肚子里面 在这个里面待十个月 这十个月了 真正是度日如年啊 我们人间一个月 十个月 在他的感受 恐怕是几千年几万年 在里面受折磨受痛苦 这叫胎月了 这个胎里面就跟在地狱 那个受的罪差不多啊 母亲喝一杯凉水 他就像在寒冰地狱 母亲喝一杯热茶 他就好像在 那个火烧的地狱里头一样 母亲心情不痛快 那他在这里都可难过了 难受了 这情绪 真是齐心动念 对于胎儿都有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孤人知道这个道理 重视胎脚啊 所以怀孕这十个月当中 要心平气活 直指安详 希望这个小孩 他能够受到好的影响 现在人不懂啊 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听到 哎呀 小孩不好教啊 我听到的都是为儿女操心的 不好教 什么原因呢 你太教不懂啊 后患现在的大社会 大社会是染缸啊 掉在这个里面 不受染污 那是佛菩萨再来的 绝对不是凡人 这种困难 就可想而知了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